真的要說一些老土的故事 老土的事 當然一定要說 剛才也說了你是為理想 現在你是為舞台 現在疫情令大家生活艱難 尤其是對我們舞台人 整個展示界都是很大的 當然現在疫情都逐漸逐漸 有些是 前面有盛光 其實你有期望跟他下去 你們會怎樣 沒有 其實我沒有停車 去年我取消了四次演出 已有很多文件上的事 事後的事 行政上的事要做 還是有一次演出 幸好 在期間我是沒有停車 行政上的事都交給老婆去做 但我還要做甚麼呢 你就是為將來準備 即是繼續排劇的 十屆的事都繼續在搞 全部排了 沒得做 還有很多計劃 寫Proposal 寫劇本 一直在做這些事 創作上的事 即是你繼續堅持你的腦 現在是前年 前年開始做監製 拍一套《打天下》 每個人都叫做 再拍 不想了 不拍這些事 想其他事 剪電影 你以為是故喜法 所以寫劇本 這些事 舞台也要繼續有演出 今年已經鋪好了演出的期 你要準備 為將來準備 不要讓自己停在 大家要記住 唐哥仔疫情過後 他的舞台劇會繼續重生 大家要多多支持 大家要多多支持 好了 在這裏 作為一個很好的過來人 剛才兩集中 聽了你很多人生的道理 其實現在 面前有很多的網友 有很多的小朋友 可能處於低潮狀態 你有甚麼寄予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 不只是說疫情 你們也要看看 現在的小朋友 他們過的生活裡 都未必是開心 你有甚麼寄予給他們 讓他們開心 一個人不開心 我很難叫他開心 很多人都靠自己 我經常都覺得 我很喜歡李小龍 李小龍有一句話傳下來 然後我傳給你們 這個世界沒有失敗的 除非你自己承認 搞定 真是金句 真是金句 所以這件事 始終唐哥仔 他拍《國龍十虎》 還有那時也有一句話 《打天下》 因為《國龍十虎》 中的主題曲 都是叫做《打天下》 我多有感情 證明了人生裏面 就是為了打天下而活 我覺得真是 就好像唐哥那樣 每一次都打出一片天 是的 而且我真的覺得唐哥很厲害 你絕對是一個文星 你犯不犯得最初出道 那時還沒入行 你就是攝影 做採訪 然後當然是拍劇 做主持 到近這幾年 我想如果大家有追到舞台劇 都會知道劇迷 很多的舞台劇歌曲 是自己作曲作詞 我真的 想不到唐哥的作詞 這件事我們一早就知道 是的 但最重要的那件事是 最重要的那件事是 你發覺了 阿唐在我們這個圈子裏面 在我們朋友圈裏面 是一個表表者 你發覺了 他每一件事都會去試 他每一件事都會去試 他每一件事都能達到一個 預期的目標 是的 你看他做舞台劇 他現在真的存了一大群他的劇迷 他真的 我們經常都說 他的舞台劇 長長爆滿 是的 有時真的一票難求 他真的很厲害 托福 電視劇他也受歡迎 做主持也受歡迎 拍電影 你想想 拍電影不出聲 他整部電影都沒有出聲 有一個角色 記不記得 都能夠認救大家 都能夠說 這個殺手多帥 是的 就是要引起大家的話題 那你真的的確 我覺得要嘗試唐哥仔是一個偶像 不要這麼說 都是說你喜歡那件事就可以了 是的 所以在這裡 真是很感謝唐哥仔 其實 故事還未完 還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我們下次再找一個機會 找唐哥仔上來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更多的人生故事 是的 我們只是講了他一小部分 真的 想大家多聽一些爆的東西 記住 不僅在這裡找一個唐哥仔 還可以聽到更多爆的東西 記得一定要收看我們的 港式媽媽聲 好 下次再見 拜拜